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逢星期三想假的Shall we talk 請來麥翠嫻聊天 她最近演出家族榮耀 相隔二十多年在TVB在現 她曾經是阿士花旦 之後跳槽無綫 九十年代中結婚後淡出娛樂圈 之後和丈夫一起做生意 一起度過破產難關 現在公道一對子女大學畢業 女兒去年還選過港姐 麥翠嫻有空出來拍劇 聽聽她和做生意的老公公與華的故事 我很老套 我是介紹式的 好像人家的媒人那樣介紹式 雙體 類似 誰介紹 當年我拍了一套打工貴族 其中一個故事有四個故事 其中一個故事我合作的人有柳姐 柳英雄 胡峰 修哥 許智安 那段時間柳姐突然說她生意 合作後說我生意了 我生意派對你過來 但她也有明示暗示 她有同學想一齊來玩的介紹你認識 第一眼見是怎樣 行不行 行不行 很難說行不行 總之你不討厭 但又不是說 嘩 那些又不是 總之就OK 然後她很厲害就跟我玩座大地 還要玩座大地 那些又輸了 還要說 哎呀 銀包沒有錢 嘩 這個真是 真是搞錯心 怎麼會沒有刪紙 這樣就變得很深印象 我約你喝茶給回來 是不是很老套呢 真的很老套 真是教授式 真是很老套的故事 我最深印象就是 我拖著寶寶的時間 快要入產房生了 然後 那些 家人就說 哎呀 阿二嫂二嫂 有兒子要趁年生的 我說 嘩 這個還沒生出來這麼快 都挺有趣的 然後家裡的親人就說 你想不想知道是兒子還是女兒呢 我說 蛤 我可以有得知嗎 只有兩個多月 是 我有個神醫 可以告訴你 兒子還是女兒都可以 最後就不好意思不去 因為親戚這麼有心 最後去到就把脈 那些當然是中醫師 那個醫師原來有個女徒弟 那個女徒弟給我把脈 把脈之後就說 公太 你請我喝茶也可以 後來就知道 他想要那個就變成一個好字 十幾年前新聞都有報道 麥翠嫻的老公曾經因為生意出問題 被法庭頒令破產 他陪老公度過難關 在澳門做中標批發改善環境 另外一半是單營人 很多時候有朋友的事 或者我在澳門演出 認識了一些客人 在澳門做批發 亦都有 什麼的批發 中標批發 我們是帶很多貨去澳門做批發 因為整個行李箱 整個行李箱 好像那些 有人行李箱 幾行李箱 拿去澳門 就好像去到當業的珠寶行 就派貨 補貨 也有 譬如他們拿了一堆標的 賣光了 很多時候我們拖行李箱去補貨 這樣去買 其實是有一段時間的 因為人的階段一定有高有低 有高潮也有低潮 所以其實也是一些經歷 人生後一定是要歷練 我覺得你最重要是心境 心境 還有你覺得明天會更好 就真的會好些 譬如你那天不開心 你想明天OK 沒有問題的 可以的 很多你要放自己出去 不要想一邊 還有你一定要有一個理念 人生是很多很多機會給你 不只是一次或者半次 你肯去嘗試或者你肯去覺得 明天是一定要充滿希望 第二是真的很不同 很多時候我記得 不是很環境的時間 只不然我去找客 或者去找一些課員 就真的找到 最後我最終是找到 因為我沒有放棄過 所以其實就是你肯去做 肯去相信你自己 相信明天會更好 你就會跨越到這個難關 大家其實香港人都是 你過度9703 很多不同的經歷 當時我問一些朋友 有類同的經歷 但他們都OK 即是朋友去了上海 現在很好 有樓 太太也很好 又找到不錯的生活 他之前也有類似的經歷 但其實你千萬不要放棄 你肯去做 你肯相信自己 肯去硬 還有你相信明天會更好 機會一定等你 跟先生度過的難關 有沒有辛苦的地方 可以分享一下 一起去找客 一起去找不同的課員 我也試過 甚至他寄課也做了 他也是很努力 經歷過低潮 可能會有些困難 會否吵架 會互相爭執 其實都相對少 當然有時 你有你的意見 我有我的意見 或多或少 我其實有一個理論很有趣 他都明白 大家說得不對 三幾句 真是覺得大家堅持幾件 收錢拜拜 不要說 要不就不要激怒大家 為什麼 因為你生氣自己 你又有兩條皺紋 一生氣你就 怕不怕 多兩條皺紋 大家閉嘴 不要說 收錢拜拜 不要說 很共識 很自然 就不會吵 現年六十歲的麥翠嫻 和很多由低打拼上來的香港人 差不多 在公屋長大 又在葵涌貨櫃碼頭 做過會計 他83年 讀亞洲電視訓練班出身 小時候都是辛苦 因為曾經試過 家裡的經濟力不太好 沒有錢給自己讀書 學費又要貴 弟弟又要加學費 哥哥又要加學費 當時可以讀一咒 去到中學 是半咒 未全日 我讀一咒 另一個上午 就教幼稚園 賺一些外快 你自己都要洗 你自己都要買書 幫幫一下家 一邊工作 一邊讀書 甚至乎 去到畢業 我都有去學一些雙科 你要增值自己 你想再上一層 你當然要學多些 令自己多些技能 及後 我就去了貨櫃碼頭 做會計 都開心 應該是那個階段開始 我就考訓練班 因為隔壁 又扔在一起 有盤 去考訓練班 因為其實想自己去增值 就讀一些野校 或者讀一些 手式設計 那時候有步 電視台出了一封信 那便去吧 哪一封信 我便去哪裏 於是過了去ATV 又訓練班 下午上班 就是這樣 這樣開始 應該是實習了 不夠三個月 就應該拍戲了 那一年 我記得 改名為亞洲電視第一屆訓練班 同學有黃秋生 是 有遠情單 是 說來聽聽 學生時代的黃秋生是怎樣 都是有他自己的性格 他有鬼仔性格多些 還有會有時 他自己太有主見 好像有一套戲 跟黃秋生合作 叫做 誓不低頭 有鄭偉拳 有何家經 有他 有蔡仙怡 有陳彩燕 有很多訓練班一起做 那時候 邱先生都很疼愛我們 派利是 很多時候 遠東銀行 那些叫做什麼 例是券 5元 你要去銀行開戶口才可以拿到5元 開戶口的錢要付10元 很多時候 同事就把利是券合在一起 你有張樑計 他有割場梯 他們在一起 他們有戶口 就去拿錢 或是錢 有一兩次 台慶 邱先生就說 不唱人不唱人過來 我說 邱先生有什麼事 邱先生就 我進去 他就在銀包裡 拿一張利是 醒我 我覺得 有殺 你對我都不妨 那個不是利是券 放心 那個是錢 所以我覺得他挺疼愛我 麥翠嫻在亞視六年 是八十年代花彈之一 後來無線說他過檔 過程是怎樣的呢 當時 想我過去 我記得當時有一套 鐵木僧 應該是萬子做的 意思是 那時是Mae姐跟我聊 說 有一個挺重的角色給我做 就叫我過去 但當時我回來 ATV 就說 邱先生就說 你不要 你不要走 其實我也很感謝他 他都很挽留我 但就說 不可以 你馬上走 你還有些劇 都未曾拍 我加你薪金 他真的很有心挽留我 真的留多了半年 我才去TV 最後一套劇 就是在TV的 《射雕英雄傳》 那裡是最後一套 亦有跟Chi Lam一起演出 很有緣 還有一套劇 是一套古裝 跟他演出 但相較二十年 即是沒有拍劇 那套《射雕英雄傳》 我記得二十多年了 1994年 我最後離開TV是1994年 其實梅之鋒也有她漂亮的一面 她說她年輕 跟大師兄陳元鋒有一段戲 其實那時也有她漂亮的樣子 未曾盲之前 也有說過 後來當然是 盲了之後 她練那些九陰八吉爪 之後的樣子 就變成一個銅絲 一個叫鐵絲 我當然是做鐵絲 變成了臉 會有銀色的粉 臉和眼睛 是看不到的 經常都要把眼睛合上去做 其實演繹角色有一個難度 因為你又要把眼睛合上去 很多時候演員要靠眼睛去做戲 但也不錯 給自己一個很不一樣的演出 是最後一套 我覺得是很大的一個考驗 其實自己也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期間 武打或者演武裝的技巧 尤其是做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學到很多東西 麥翠嫻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 24歲的大女兒Victoria去年參加港姐 在第二輪面試止報 她在美國讀金融 回來香港之後 在投資銀行工作 麥翠嫻都沒有想到她有興趣選美 我沒有鼓勵她 我也是當聽到這個電話 因為當時我還在國內 我女兒突然說 想參加一下 見識一下 我立刻說 蛤? 我問你平時很低調 突然間為何會想去參加 我說還是不好 不太適合她 但她堅持見識一下 認識多點朋友 沒有懷疑 因為她可能 做金融 可能只躲在寫字樓 可能不夠刺激 想刺激一下 我就說 最好不要 但後來 她也參加了 大家都看到 我又不可以阻止 因為始終年輕 她們覺得見識一下 這樣無妨 後來真的參加了 但其實 最後 她得遠不得也好 起碼 給她見識我便可以 她也有跟我反映 認識到很多朋友 我入過TVB 我見到誰 都挺好玩 見識不錯 認識了朋友 當然她現在又 做自己的金融業 執行金融業 她都在忙 忙著讀書 再進修 她其實一路做事 一路進修 現在沒有辦法 去不了英國 那就 視像 和教授上課 這兩個月她都畢業 但我覺得她都很辛苦 因為同時間三件事一齊兼顧 上班 參選港者 讀書 我覺得阿女 你行不行 但她真的應付到 雖然很辛苦 但她應付到 我覺得她很有毅力 她是讀酒店管理的 是嗎 是 回來了嗎 還是怎樣 回來了 還要回來香港 網上教授上課 甚至論文 甚麼都在網上做 因為之前 我們打算計劃 買些機票 去瑞士參加畢業典禮 誰知道沒有辦法 甚麼都停了 停擺了 當年 因為阿女畢業的時間 我們整天 有飛過去華城東 看她畢業典禮 我們是一時同仁的 不會說 偏心的 兒子我們都已經計劃好了 誰知道就停了 當時是這樣的情況 唯有在香港 幸好在香港 她都有一個辦事處 跟她一樣 用畢業袍 跟她拍畢業照 希望疫情過後 她可以 我們一家人 去瑞士那邊 補回 麥翠嫻近年 和阿氏同學會 演過舞台劇 也有在港台劇演出 這次拍家族榮耀 是以前認識的監製找她 她和團隊 去深圳工作的過程 挺愉快 是 看見有些同事多年失散 看見很開心 哪幾個 梅興 然後 瑞麟 最令我頭痛是 做檢疫的事 譬如說 你香港做了檢疫 然後又回到國內 原來有很多文件 很多上網 又怎樣怎樣 怎樣填 怎樣填 這件事 有些會覺得 困擾一些 印象深一點 就是和瑞麟 回去 過境時 不是我們想得那麼差 原來就不是真的很多 最初之前很熱的幾天 就說 人們要在排隊 那麼重要 說說 其實應該是去年11月的時間 後來都順利 雖然是要排隊 可能等個多兩個小時 但都上到車 和期間 檢疫的時間 原來都是OK的 楊兒幾OK 我覺得她很Nice 不會說沒有什麼說 很喜歡聊天 還有很有禮貌 例如剛才見到我們 雖然未合作過 但她都很主動 跟我們打招呼 聊天 媽咪 知道是我做的媽媽 我又很開心 見到余大哥 余陽 為甚麼呢 其實我是認識她 在某些場合 在飯局 吃飯很多時候都會見到她 但合作也是第一次 而且挺Nice 很好玩 期間 我們沒有拍攝期間 我們經常出去吃東西 去到那個地方 在國內 例如龍江 在深圳 我去到 原來那裡是新利的站 還有一些食肆 都是很新的 我發覺 我去到一個地方 為甚麼這麼乾淨 為甚麼那麼多食肆 他們跟我說 原來 你上來才剛開 所以你放心 衛生環境OK 接著有個超市 又是剛開 你上來剛開了 開了三天 再拍花劇 又是跟阿智 很有緣 不過我發覺阿智 沒有變的 是塑膠 完全是 跟我二十年前 見過的阿智 沒有分別 所以 很神奇 如果有機會 讓我約到一個人 跟他聊天 其實我很懷念 尤德根先生 因為他是我以前的老闆 ADV老闆 他給了很多機會 給我 拍劇 還有做很多活動 甚至乎 見到很多我想見的人 他真的有機會給我 所以我有這個機會 我真的很懷念 尤德根先生 還有 教了我很多東西 還有他自己做人的理念 會不會 是 做人 有的 滑